参加《见证天国奥秘》的比喻和时装 新天地的线上讲座的世界各国的幕会者们 神学生们 以及所有的圣徒们 见到大家很高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传浩 我们在上一次时间了解了有关光 灯台 瞎子 笼子 礼服的真意 在新天地能够见证比喻的真意和时装 首先是因为所约定的时候到了 所有的比喻都明明地打开了 还有就是在耶稣基督旁边 看到所有一切天国奥秘的立约的牧者 在新天地 希望大家在今天也能够确认 天国奥秘的钥匙 即比喻和时装 也希望能够得到珍贵的醒悟 我们首先带着和尔维一的心 向神献上祷告 充满慈爱和恩惠的至圣的阿爸父神 感谢您今天赐给我们呼吸和生命 让我们可以生活在您的恩典当中 我们真心地向您献上感谢 求您能够将您的大爱和恩惠充满地赐给 在这一时间参加 见证天国奥秘的比喻和时装的 新天地 线上讲座的每一个人 求您这一时间能够赐给每一位参加线上讲座的在主内的家人们 打开的眼睛和听到的耳朵以及醒悟的心灵 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真理当中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 与神耶稣和真理合而为一的真信仰人 也求您主管见证话语的讲师的口 无论是传讲的人还是聆听的人 愿这时间都能够成为充满恩惠的时间 求您主管所有的时间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 这样的祷告 侍奉为了我们的罪而代赎的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见证天国奥秘的比喻和时装 今天进行的是第九课 宝物妇人的比喻 让我们有请马太支派徐子元讲师 为我们见证宝物与妇人的比喻 爱神 爱耶稣 盼望天国和永生的 全世界的幕会者们 神学生们 圣徒们 见到大家很高兴 我是从新天地十二支派中 马太支派长那里学习启示话语的 中心讲师徐子元 我们支派长是从新天地 李万希总会长那里学习话语的 感谢大家在今天参加 见证天国奥秘的比喻和时装的 新天地线上讲座 虽然我们所在的教团和教理都不一样 但我们都是盼望 神与天国的信仰人 说道就是神 希望这一时间能够成为我们 通过道 遇见神的时间 希望通过今天的时间 能够醒悟耶稣基督所说的 比喻的真意和实状 我们今天一同要查口的主题是 宝物和富人的比喻 我想牧师们也都知道这一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地认真聆听今天的见证 希望大家能够领受 在圣经当中所说的宝物和富人的 比喻的真意 并且放在心里 刻在心板上 并成为天国百姓 首先 在圣经当中所说的宝物的种类 有属肉身的宝物 也有借着属肉身的宝物的特性 而比喻的属灵的宝物 因为拥有宝物多的人是富人 所以也有属肉身的富人 和借着属肉身的富人的特性 所比喻的属灵的富人 请问牧会者们 有关这一内容 大家都是怎样认为的呢 耶稣按照神的旨意 用比喻和比方 说了四福音当中的预言 和启示录的内容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字句上 而是要醒悟这比喻的真意 那接下来 向大家见证 有关宝物和富人的比喻 属灵的宝物的答案是话语 富人是话语多的人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答案呢 我们通过圣经来一一地进行见证 首先让我们来读一下相关的比喻章节 启示录三章17到18节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眼瞎 赤身的 我劝你 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好 读得很好 通过今天所读的本文 可以知道 在这里对七个教会的使者中的一位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他们自己说 我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他们自称自己是富人 那是什么样的富人呢 是的 是自称为富人 然而在耶稣看来 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并不是富人 而是贫穷的 那在这里对他们说 要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如果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实际上是贫穷的 瞎眼的 赤身的 难道 这教会的使者 不知道自己是贫穷 眼瞎赤身的吗 那所以可以知道 这句话所说的 并不是属肉身的富人 说的是属灵的富人 那在这里 耶稣基督所说的 为了成为富人 要买的火链的金子 也是属灵的含义 那因为这金子也是宝物中的一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宝物的比喻 为了理解有关宝物的比喻的真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宝物的属肉身上的特性 因为这是借着属肉身的特性 所比喻的属灵的宝物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属肉身的特性的话 也能够很容易醒悟 属灵的宝物是什么 那说到宝物 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呢 金子 银子 蓝宝石 以及各种各样的宝石 对吧 那这样的宝石属肉身的特性是什么呢 非常珍贵和有价值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宝石 即使时间过得再久 也不会变质 并且这宝石不是谁就可以轻易拥有的 所以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圣经当中记录了很多有关这样宝物的内容 那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宝物的种类 有金 银 还有珍珠等等 我们统称为宝物 我们在那期间说到宝物的时候 想到的其实一般都是属肉身的宝物 然而我们也要知道 圣经当中也有借着属肉身的宝物 所比喻的属灵的宝物 我们来读一下真言书25章11到12节 一句话说的合一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人的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 在这里说 一句话说的合适就如 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又说智慧人的劝戒在顺从的人耳中 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 那么在这里说的并不是 实际上的属肉身的金子 在这里是把话语比作成了 像金子一样的宝物 在这里说 合一的话和智慧人的劝戒 指的是不变的神的话语 因为这话语是非常珍贵的 也是不改变的 所以说像金子 如果是人的话语的话 是会有变化的 然而神真理的话语 像金子一样 是不会改变的 接下来 通过与这宝物有关的章节 诗篇12篇6节 在这里说 一和华的言语 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尼炉中 练过七次 在这里说 神的话语是纯净的 是指不参加任何的瑕疵 没有任何的杂质 神的话语 没有任何的杂质 是纯净的 所以在这里用 在尼炉中练过七次的银子 进行了比喻 那如果说 在尼炉中练过七次的银子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的杂质 对吧 那这银子 也是宝物中的一种 其中的真意便是话语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 我们也称为 自己身边最爱的人 为宝物中的一种 就像这样 不但在神的眼里 这真理的话语是宝物 拥有真理的话语的人 也是宝物 就像在耶利米哀歌 四章二节中 称西安的重子 为宝贵的金金 在这里指着 西安宝贵的重子 为金金 那么在这里面 所说的西安的重子 指的是谁呢 这些人并不是外邦人 指的是神的百姓 神把他的百姓 在万民当中区分出来 分别为圣 神指着这样 分别为圣的百姓 为金金 又称耶稣为宝石 我们一通来看一下 彼得前书 二章四到五节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的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迹 好读得很好 在这里指着耶稣 为活石 是宝贵的 那说到耶稣 是宝贵的活石 那也就是 在这里说 耶稣是宝石 在这里又说 你们来到主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不单单耶稣 是这宝石 而十二门徒 也是宝石的立场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的话 就可以知道 这宝物的 属灵的真意 指的是话语 拥有话语的人 也被称为是宝物 就像这样 拥有神话语的圣徒们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亲爱的幕会者们 神学生们 圣徒们 希望通过这线上 讲座的时间 把神的话语 完全地填满在自己的心里 让我们也能够成为 神眼中的宝物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与这宝物相关的章节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十四到十五节 天国又好比 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 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好读得很好 这里说的内容 是有关天国的内容 在这里说 有一个主人 要往外国去 所以叫了仆人来 把家业交给了他们 就离开了 之后主人会再回来 那这主人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耶稣 耶稣约定 当预备好住处之后 会再来 那么在这里的主人 指的是再来的耶稣 耶稣按照每一个仆人的才干 把银子分给了他们 那各位认为在这里 所分的银子是什么呢 有很多的人认为 这银子是才干 那这五千银子 两千银子 一千银子 那在这里指的是 衡量银子重量的单位 那在这里给他们的 不是给他们衡量 这银子的单位 或者是才干 是把这银子给了他们 在这里分别给了他们 五千 两千 和一千的银子 收到五千 和两千银子的仆人 出去做了买卖 剩下了利润 然而收到一千的仆人 他把这银子 埋在了地里 然而再来的耶稣 回来之后 要跟他们算账 那领受五千 和两千的 因为去做了买卖 留下了利润 所以被主所夸赞 然而收到一千银子的 因为没有做买卖 在这里主对他说 把他所有的也夺了过来 并且说他是无用的仆人 就把他丢在了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 我们所学习的宝物中的银子 那么在聆听这话语的各位 作为主人耶稣 分发的这银子 难道是属肉身的银子吗 在这里说的并不是属肉身的银子 而是属灵的银子 也就是话语 那仆人们 用像银子一样的话语 他们虽然领受的量是不一样的 但是各自都是按照各自的能力 去做了买卖 因为在这里的银子指的是话语 那买卖指的是 传讲话语的传道 世界各国中 亲爱的幕会者们 神学生们 以及圣徒们 希望我们能够 把通过本次 线上讲座 所见证的话语 放在心里 也让我们能够竭尽全力的 传讲所领受的这真理的话语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加入到 这救恩的事工当中来 那刚才我们看了有关宝物的比喻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启示录三章17到18节中 所说的一样 在这里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让他们买火链的银子 那这银子并不是属肉身的银子 而是属灵的 也就是话语 让他们买着话语填满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宝物的种类 属灵的宝物有两种 一种是神的宝物 另一种是撒旦的宝物 那神的宝物指的是真理的话语 而撒旦的宝物指的是假的宝物 也就是非真理 在启示录17章4到5节 这巴比伦的淫妇 用金、银、宝石和珍珠装饰了自己 那么在这里所说的淫妇 是从撒旦领受种子 即非真理的假木者 因为是假木者 所以他用非真理去装饰了自己 指着这一点 在这里说他用金子、宝石、珍珠装饰了自己 也就是淫妇所拥有的金子、宝石和珍珠 因为是撒旦的宝石 所以是非真理 那这样的撒旦的宝物 在启示录18章12节中也有记录 鬼魔的住处 巴比伦的商品当中 就有金子、银子、宝石和珍珠等等 那么在这里说的也不是实际上的宝物 说的是什么呢 非真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不能够用撒旦的宝物 也就是非真理填满自己 而是要用神的宝物 也就是神真理的话语 去填满自己 成为神的宝物 有关撒旦的宝物 我们刚才也进行了查考 那今天我们可以醒悟 这有关宝物的比喻 是因为相应的实状已经出现了 初临时宝物的实状 指的是真理的话语 和领受话语的耶稣 和耶稣的门徒们 因为他们是拥有神话语的人 所以在神的眼里 他们如同宝物一样 在聆听这线上讲座的各位 大家拥有的是神的宝物呢 还是撒旦的宝物呢 相信只有拥有神的宝物的人 才能够进入到天国当中 大家是否听说过 我们所盼望的这天国 是由宝物而构成的呢 如果真的盼望天国的话 那这一内容 我们也要完全地醒悟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 在查考有关宝物的比喻 那我们接下来 也明确地了解一下 用宝物而构成的灵界天国 神所在的灵界天国 是由宝物构成的 在启示录21章 记录了这一内容 然而事实上 大部分却误会 这宝物是属肉身的宝物 大家是否去过天国呢 是否听过 有关天国的见证呢 我们要听的 并不是人的见证 而是要醒悟 神通过圣经当中 所记录的 真意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启示录 21章 10到14节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明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 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阿门 好 读得很好 在这里说到 圣城 新耶路撒冷 这指的是 灵界天国 使徒约翰 在圣灵的引领之下 看到了 灵界的天国 看到了十二个珍珠门 十二个根基 也就是十二个宝石 那这里指的是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城墙和这路 都是用金金形成的 那在这里指的是 真理的话语 那这圣城 新耶路撒冷 在启示录 二十一章 一到二节中记录 说会降在 新天 新地当中 各位 如果说 这灵界天国 圣城新耶路撒冷 真的是由 实际上的 宝物而构成的话 难道 用现在 最发达的 这科技 没有办法 能够看测出来吗 相信 一定会被 发现出来 对吧 相信 一定 早就被发现了 是吧 所以 在圣经当中 所说的 这灵界 圣城 新耶路撒冷 并不是由 实际的宝物 而构成的 由宝物而构成的 这灵界天国 圣城新耶路撒冷 是由 真理的话语 和 醒悟 真理话语之人 而构成的 天国组织 话语是 属灵的宝物 醒悟 话语的 灵 也是属灵的 宝物 是由 这些宝物 而构成的 灵界组织 在灵界 灵界是由 这些宝物 而构成的 就像我们在 主祈祷文当中 曾经告白的 一样 那么在这地上 也要 由这同样的宝石 构成天国 才行 在马太福音 六章 十节中说 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 成就在天上 成就在天上的 是灵界天国 那这地上的 是肉身 世界的天国 就像在 启示录 二十一章当中 所看到的一样 灵界天国 是由 属灵的宝物 而构成的 那这其中的核心 十二个真珠门 也就是十二个根基 那如果这是在天上 所成就的样子的话 那么在这地上 也要有 同样的组织 和同样的构造 被建造 对吧 按照这样的样子 被建造的 就是这肉身 世界的天国 那么这肉身 世界的天国 也是由 属灵的宝物 而构成的 也就是在这地上 由这真理的话语 和 醒悟真理话语之人 而形成的组织 那一定会有 十二个宝石 也就是十二个支派 这样的地方 才是 按照天上 所成就的 在这地上 所创造的组织 对吧 各位 新天地 是按照 这话语 由真理的话语 和 醒悟 真理话语 之人 而构成的 是由 这十二支派 所构成的 那这就是 按照 启示录 二十一章 所记录的 预言 在这地上 所成就的 实状 希望我们 能够 醒悟 这预言的 真意 和所成就的 实状 能够成为 真正的宝石 那接下来 我们一同来 查考一下 富人的比喻 富人的比喻的 真意是 话语多的人 那为什么 把话语多的人 比作成了 富人呢 那我们 为了理解这一点 来看一下 属肉身的 富人的特性 各位 什么样的人 是富人呢 也就是 拥有很多的 金子 银子 宝石 等财物的人 说到富人 谁都想成为 这样的富人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当中 所出现的 富人的种类 分为 属肉身的 富人 和属灵的 富人 富人 分成 两种 那么 这富人 所拥有的 宝物 也是 有两种的 属肉身的 富人 是拥有 很多 属肉身的 宝物的人 那么 属灵的 富人 是拥有 很多 属灵的 宝物的人 对吧 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 属肉身的 富人 我们通过圣经 来看一下 神在圣经当中 是如何说着 属肉身的 富人 和属灵的 富人的 富人是否 能够进天国 什么样的 富人 能够进天国 什么样的 富人 却又进了 地狱呢 首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属肉身的 富人 在马太福音 六章 二十四节中 耶稣说 人不能够 同时 侍奉 两位主 那这两个主人 分别指的是 神和财物 在这里 是指不能够 既侍奉神 又侍奉财物 通过使徒保罗 也这样说 在提摩太前书 六章十节中 说贪财 乃是万恶之根 说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如果贪财的话 那最终 就会背弃神 背弃信心 所以 耶稣说 富人进天国 是难的 又说 比起 骆驼 穿过真眼 富人 进天国 是更难的 那在这里 并不是说 富人 不能够 进天国 而是 要放下 贪财的心 就像这样 如果是拥有 很多财物的 是富人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 借着这样 属肉身的富人 所比喻的 属灵的富人 指的是什么呢 就像 宝物分成 两种一样 那富人 也是分成 两种的 首先 神的富人 是拥有 很多的 神的宝物 也就是 真理话语之人 这样的人 是会进天国的 然而 这属灵的宝物 不单单 是有神的宝物 还有撒旦的宝物 所以也有 撒旦的富人 如果说 神的宝物 是真理的话语的话 那撒旦的宝物 便是非真理 那是非真理 拥有的 多的人 那这样的人 便是拥有 很多 撒旦的宝物的人 他去的 不是天国 而是地狱 在启示录 六章 十五节中 在这里说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富户 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了 山洞 和 岩石穴 当中 他们 都是被神 所审判的人 因 为了 躲避 神和 羔羊的 愤怒 藏在了 山洞 和岩石穴 里 那在这里面 所说的 富户 并不是 神的 富人 而是拥有 撒旦的宝物 也就是拥有 很多 非真理的人 这样的人 是会被审判 进入到 地狱当中的 那有关 撒旦的 富人的部分 我们也一同 进行了 查考 就像我们 刚才 所查考的 有关 宝物的 内容 那这 富人的 比喻的 实状 也出现了 在 初临的时候 神的 富人 是 耶稣 和 十二 门徒 耶稣 和 门徒们 他们 里面 填满了 神的话语 神的 宝物 其结果 就是进入到 天国当中 亲爱的 墓会者们 神学生们 以及 圣徒们 希望 都能够 以圣经 为自己的 镜子 来 反省 自己 到底是 神的 富人 还是 撒旦的 富人 还有就是 一定要 找到 神的 真牧者 让神的 真理 的话语 完全的 填满在 自己的 心里 并且成为 能够得到 天国和 永生之福的 神的 子女 那接下来 是有关 今天这一刻的 结论 宝物的 比喻 是像 金字 不变的 神的话语 那 富人的 比喻 是指 话语 多的人 把 神的话语 比作成了 宝物 实际上 是指 给我们 灵魂 带来 生命的 神的话语 这样的话语 是用 世上的 任何 宝物 都没有 办法 比拟的 神的 这真理 的话语 使我们 脱离 罪恶 让我们 得到 天国 和 永生 所以 希望我们 能够放下 对 世上 宝物的 贪心 并且 让我们 也能够放下 这非真理的 宝物 让我们 可以成为 拥有 神话语的 宝物 一同 得到救恩 各位 今天话语 都听得还好吗 希望我们 都能够 醒悟这 天国的 奥秘 如果 不醒悟 这 天国 奥秘 的话 是 不能够进入 天国的 这是 耶稣基督 说的 现在 这一时间 能够明明地 见证 天国 奥秘 比喻的 真意 和实状 是因为 耶稣基督 所说的 时候到了 所约定的 实体 出现了 希望大家 一定能够 明白 这一点 下一次的 时间 要进行 要进行的是 有关 水 泉 江 的 比喻 将会由 新天地 十二支派中的 其他讲师 为我们 进行 见证 下一位 讲师 是比我 还要更加 优秀的 讲师 请大家 能够参加 下一次的 见证 明明地 醒悟 其中的内容 感谢 墓会者们 神学生们 圣徒们 抽出宝贵的时间 聆听 今天的话语 相信 神看到 我们这样的 样子 会非常的 高兴 最后 让我们带着 我们在神 和耶稣的里面 是一体的含义 一同 呐喊 维亚万 当我说到 We are one 的时候 请大家 竖起 食指 一同来呐喊 我们 在神 和耶稣的里面 是一体 We are one 让我们带着 合一的心 向神 献上祷告 令人感谢的 天地万物的主宰 创造天地万物的 阿爸父神 感谢您今天 赐给了我们 这么珍贵的时间 让我们 在您的引领之下 可以聆听到 这珍贵的话语 我们再一次的 将感谢和荣耀 都归给您 感谢您 能够将恩惠 和明哲 赐给所有的 慕会者们 神学生们 以及圣徒们 可以聆听到 这天国奥秘的话语 求您能够 保守每一个人 都能够将这话语 放在心里 刻在心板上 成为真正的 天国子女 求您引领我们 早日地迎来 迎来作王的世界 父神 父神 现在万物都在更新 在这样的时候 求您 悦纳 所有的荣耀 让地球村 所有的人类都可以 与神 永远地同住 相信 您一定会 聆听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祈祷 是奉 充满恩惠 和慈爱的 耶稣 基督的名 祈求 阿门 感谢大家的聆听 若不用水和圣灵重生 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了进入到天国当中 首先 那就要了解 这水是什么 对吧 说喝了耶稣基督 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并且要在他里头 成为全员 直流到永生 就像我们在影像当中 所看到的一样 下一时间 我们要进行的是 有关水 泉 江的见证 时间和今天是一样的 是上午十点 希望大家参加 下次的线上讲座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 进入到所盼望的 天国之中的信仰人 见证天国奥秘的实状和比喻 新天地的线上讲座 正在通过新天地的官方油管 翻译成24个国家的语言 同时向全世界播放 直到去年12月份为止 所进行的启示录的线上讲座中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中的 幕会者和神学校的关注 都在纷纷地与新天地耶稣教会 签订谅解备忘录 我们新天地耶稣教会 时刻地向可目话语的人 在敞开着大门 除了今天的话语以外 如果对新天地的其他教理 或者其他的疑问 想进行咨询 可以联系各支派的总机 我们会进行详细亲切地回答 我们线上主导文 结束今天的新天地线上讲座 我们线上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将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大家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